剛剛跟你講過有關於這個飽和的問題 還有一個叫做 會有沒有飽和啦 會不會全溶啦 的問題 他告訴你這樣子 他告訴你這樣一個表 然後告訴你說 30度20克蒸6水加12克 請問你他還會不會飽和 你看他有沒有超過溶解度啊 有沒有超過溶解度 有沒有這樣子啊 就知道了 OK 所以呢 題目上告訴我說 30度的時候 100克的水最多溶45克 所以20克的水就是五分之一 所以可以溶9克 我最多溶9克 你給我12克 表示不能夠全溶 還會剩下3克 然後我裝滿所以我已經飽和 所以呢 答案就選了叫做C 答案就選了叫做C OK 可以嗎 很好 那就問你 會不會全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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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號是呢 水一個6一個12 有沒有全溶啊 就是有沒有超過他的溶解度啊 最多溶10克 你給我12克 就不會全溶嘛 最多溶10克 你給我6克 那就會全溶 就這樣子而已嘛 會不會全溶呢 來這裡的籤筒只剩下一支籤了 12號大條件 你選B喔 AB的B 請說下 OK 簡單嗎 你給我 你給我 你給我12公克 不會全溶 所以答案就選了叫做B OK 簡單嗎 好 然後這也是一樣 這剛才是給表格 好多好多 我就直接告訴你 25度C的溶解度 他給我的是飽和濃度告訴你 他不是有100克的水溶 他是告訴你飽和濃度 那200克的方式會不會怎麼樣 你有幾種算法 第一種算法是 算出來 百分之二十 是100克的水溶幾克 然後再來看 第二個方式就是 你算他的濃度 有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 如果你算出來濃度 有超過百分之二十 他已經達到飽和 他不會全溶 好 如果沒有就是沒有 就是那個濃度 請問你 這案該多少 現在要重收了 再來一遍 帥哥男 誰啊 26 C嗎 A啊 還是B啊 快點 5 B AB的B 請坐 你來選B 20% 表示100克的溶液糖水 有20克的糖 就是80克的水 可以溶20克的糖 200克呢 就可以溶50嘛 就是2.5倍嘛 2.5倍嘛 所以可以溶50克 我可以溶50克 你給我40克 會不會全溶 會全溶嘛 會全溶 會全溶 所以會飽和 我剛才講過你 可以去算 200克的水40 240分40 有沒有超過百分之二十 沒超過 就表示可以全溶 這樣做法也可以啦 也可以 這就是 問你 有關於 會不會全溶 也是有關於飽和的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回家寫課後練習